就没有技术评定的时候 我们把想做的事情做到极致 所以我们南海一号的发掘 比绝大部分的陆地考古都要做得精细 近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南海一号考古发掘领队崔勇 接受中兴社东西问专访 讲述南海一号发掘保护背后的故事 及其对世界水下考古的借鉴意义 据介绍 南海一号遗址发现的南宋古沉船 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文物储存最多 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 崔勇告诉记者 1987年首次发现这条沉船时 中国还没有水下考古的经验 为了开展水下考古工作 国家采取了送出去和请进来两个办法 这条船便成为了中国水下考古工作的起源 奠定了两个基础以后 然后进行基本技能的培训就是潜水 然后这88年潜水培训 89年就是水下考古的专业培训 就包括潜水和水下操作调查 发掘的一些基本技能的操作 然后90年国家务部就给我们颁发了一个 节约证就变成了我们是中国水下考古的第一批的 就是持证的队员 崔勇补充道 由于南海一号发掘难度太大 条件也还不够成熟 他们从小的水下考古项目做起 慢慢积累经验 终于在2001年重新开展了 对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 通过视觉发现南海一号保存的不错 船上的货物也很丰富 崔勇提出要用整体打捞的方式 把它捞上来 当时不太确定百分百成功 但是如果你不采用这种方法的话 这个船可能会损失大量的信息 就根本做不了水下考古 所以我们整个牢对船船体的保护 是一个巨大的利好 就这个大陆架或者30米以前的 能做到这么精确的 整体打捞精确发掘的 大概南海一号可能是 世界唯一的一个 世界第一也是世界唯一吧 南海一号考古队通过整体打捞的方法 保全沉船的信息 并搭建了国内最大的考古实验室发掘平台 进行精细发掘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南海一号 看到同一时段里 宋代人生活的衣食住行 南海一号呢 我们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横走 就是这一段时间 各种各样的东西 衣食住行 什么都会在这个横泡面上发现 就是等于是完善的一个坐标 这条船是把这个考古的重坐标 横坐标给完善了 历史的角度来讲 它这个时间吊狼又是另外一个视角 去看这个古代 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的成功案例 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 从无到有 走向世界领先的发展历程 目前南海一号 已经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推荐的经典案例 向全球推广 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界的骄傲 它是推广了我们一种意识和理念 其实是主要理念和意识 能达到的高度 那剩下的就是技术和经济 那是可以支撑得住的 其实南海一号更多的 还是我们对这个水下文化遗产 保护的一种理念的一种创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